汪姓范嫌放火燒家 整間屋子面目全非 起火當時還是附近鄰居BO的案 父母親為了袒護兒子 根本不敢說是縱火 沒想到媽媽因為護子心切 居然說是因為她煮水餃 才會引發的火事 但消防人員非常的激緊 她發現這個火事引燃 分別有好幾處 當場戳破了她的謊言 怎麼會說有好幾處呢 我們可以看到最嚴重的火事 引發的地方並不在廚房 而是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客廳旁邊呢 這邊所有的家具看得到的 通通都已經複製一具 火吊人員現場勘驗 發現瓦斯爐上的鍋子裡頭 還真的有水餃 但火根本不是從這一邊燒的 媽媽袒護兒子說了謊 臉書上一張張自拍照 還有跟女友的甜蜜合照 年僅19歲的汪姓范嫌 是家中獨子 高中畢業後就沒有再念書 除了喜歡耍帥百褲 這回嗆殺表哥 找人不成 砸車泄憤 諷刺的是 這輛平常表哥在騎的機車 自己也曾經騎過 難道是因為遊手好閒 家中地位失寵 才會駐下大錯 但對於鄰居而言 這個縱火犯 根本就是鄰居眼中的 不定時炸彈 那不定時炸彈一樣 我老婆看到他們在吵架 然後爸爸慢慢被鎖在門外 然後小孩子在裡面 然後他們還來跟我老婆借 看有沒有工具要把門撬開 然後他在裡面撞火 不知道在裡面幹嘛 還一直叫他說不要想不開 怎樣不再開門 犯嫌一家人時常吵架 動不動就大小宣 這回居然自己的家 自己放火燒 還揚言殺表哥 被逮後恐怕真的得好好反省 反省 憋傷透家人的心 又讓鄰居住得不安心 繼續台北綜合報導